B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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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na shout it for you For better hours, every day we see the sunshine You know that how we feel like, that's why we make it alright For show my heart, we send with you everything 余生俱来的洒脱,从不会被削弱 点缀着梦的一刻,用快乐奶寂寞 一幻想擦肩而过,却在现实中颠簸 试着有自信的态度,不会再陷入窘窃的漩涡 谁忙着做少的自我,受不起的迷惑 谁的灵魂一种灿烂生活,有梦想的脉搏 完美的情感受,晴云的不光被封过 视线开阔阳光的天空,陌生来触摸 谁忙着做少的自我,受不起的迷惑 期待欲晚叶重灿烂生活,有梦想的脉搏 完美的去感受,幸运的不光被符合 视线开阔阳光的天空,梦想来触摸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进 王子 下午茶的时间已经到了 我平时吃下午茶吗 只要您在家 下午茶您是一定要用的 那好吧 那就照旧吧 那么您是在大厅吃 还是小厅吃 或者是屋外吃 今天天气不错 就在室外吧 那么您打算把下午茶 是放在屋顶还是前院 游泳池或者是后花园 有这么讲究吗 不然就在前院吧 前院是吧 是我预约王子殿下 你的选择正确极了 今天无论是从空气的流向 或者是阳光的照射 前院都是最好的 王子殿下 您要不要叫Michael 陪您一起享用下午茶 Michael 对呀 您养的狗啊 我养的狗 别让他出来 我怕狗 王子 您忘记了 你很爱他的 你还说 将来如果不结婚生小孩 还要把财产全都留给他呢 不不不 我真的怕狗啊 狗 快把他弄走啊 救命啊 救命啊 快把他弄走啊 不要咬我啦 达明 听管家说 你被Michael追着跑 是真的吗 是真的吗 被吓到了吗 被吓到了吗 你没事吧 有没有受伤啊 你真的 是我女朋友 我不是你女朋友 是吗 真的吗 我是你的未婚妻 你不是真的忘了吧 之前你跟我求婚 还送了戒指给我 你看 咱们的订婚戒指 如果不是这场车祸 咱们早就结婚了 你不会是要反悔吧 我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所以借着失忆 要离开我 对不对 我还是那句话 哪怕你一无所有 这辈子 这辈子 我都愿意跟着你去流浪 虽然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但答应过的事 一定要算数的 你放心 嗯 今天给你准备的是 拉姆酱双草莓 再配上疾风奶油蛋糕卷 还有三明治沙拉 再配上你最爱喝的意大利咖啡 哎 哎 那个酱双草莓加上浪姆酒 那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您尝一尝啊 太好了 我正好饿了 嗯 太好吃了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你在这工作几年了 嗯 王子 如果你觉得这东西不适合你的胃口 没问题 我去做新的 不不 不用了 不用做新的 这个很好吃啊 不不不 你说你喜欢吃什么 我去帮你做新的 哎呀不用 这个真的很好吃 我 我就吃这个好了 别别别别 求你给我个机会 给我个机会去做新的 给我个机会 我去给你做别的 你一定让人满意 你这么小的事都做不好 慌慌张张的 哎呀 这不怪他了 这是我自己手忙脚乱打翻的 王子 是我错了 小慧不会这样 我发生 你应该给我去做吧 真的没事 没有怪你 你还不快点把东西收拾一下 晚上他给你抢着 王子 我这就派人给你换衣服去 王子 你想穿什么风格的衣服啊 舒服就好 您试试这件 平时您在家最爱穿的就是这件 好 颜小姐 颜小姐 有没有时间谈谈呢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没什么好谈的 据我所知呢 你这几天换了很多招数 可是达明还没有松口吧 那你就错了 我这边进展很顺利 倒是杨先生 听说少药姐妹很没有耐心等着签合同 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咱们合作 从现在开始呢 我会在你和达明的婚事上 祝你一臂之力 而你呢 直说无妨 也要在达明和少药姐妹公司签约一事上 做出你的贡献 这满满你划算呢 达明签了这份合约 那是如虎添翼啊 我要那么多翅膀干嘛 你的意思是不合作了 不是啊 我喜欢合作 小样 事成之后 立马让你走人 大叔 你还真不了解我 想控制我的达明 你做梦去吧 哈哈哈哈 嗯 哈哈哈哈 嗯 嗯 嗯 王子请 那条狗 麦克尔在哪里啊 啊 王子您放心 已经被我关起来了 要是您实在不喜欢的话 我们可以给他安乐死啊 你放心 一针就好 很人道的 没有痛苦 不不不 他不来骚扰我就行了 派个人专门盯着他就好了 不要虐待他 达明 哦 哦 哎 管家 告诉我 我是不是应该很喜欢颜小姐啊 这个嘛 我想 你没有理由不喜欢他呀 哦 好 达明有我陪就行了 你先下去吧 是 嗯 达明 你怎么了 我 从现在开始 慢慢 喜欢你 真的 你真的喜欢我 不是 我想我会慢慢喜欢你 像当初一样 但是 我需要时间 我想你能理解 别误会 没关系 不管需要多长时间 我都会等着你 我会等你一辈子的 嗯 可是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和以前一样 其实 不用变得跟以前一样 我觉得现在的你 我更喜欢 是吗 谢谢颜小姐 叫我余环吧 余环 对我说你爱我 爱 我好像 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 不是的 一直对我说过这句话 真的吗 说你爱我 我爱你 我爱你 颜小姐 不不 不是 余环 我太开心了 达明 我爱你 你是我的 是我一个人的 我绝对不会让你离开我 那个 你会 慢慢告诉我 以前的事 对不对 嗯 会慢慢让我想起 我是谁对不对 当然了 达明 我会让你想起以前的一切 让你想起你曾经多么爱我 哎哎哎 我 达明 这是你的书房 来这边 嗯 这些都是你演唱时的照片 有印象吗 还有几些专辑 你 坐下来 来 坐下 你看你的写真集 两个人在向也不可能像得这么彻底 你最近的行为举止和以前有些差别 那都是因为失忆了 是吗 你不要总怀疑自己 你还是你 我对你的爱 永远不会改变 哪怕你一无所有 我也愿意跟你去流浪 你真的这么想 愿意跟我去流浪 哦 撞车的那个人现在怎么样了 那种人的身体一向恢复力强 早就出院了 跟你比是天壤之别 希望他尽快恢复 你呀就是心咬太好 这个时候还在为别人着想 达明 想不起来就不要强行回忆了 如果真的把自己逼疯的话 那我该怎么办 哦我不想了 你别着急 如果这就是我的话 我也只好接受 虽然我不喜欢以前的我 达明 那我们的婚事 什么 我们什么时候结婚 等我身体好些就结吧 真的 对啊 对啊 加油 女儿 女儿 你上哪儿去 怎么跟爸爸说一声 公司副总打电话 找我去公司 那禽兽不如的祝家庄 他不把你开除了吗 找你去公司干什么 别问我 我怎么知道 去了不就知道 走了 请问你是颜刚 我是 不好意思 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为什么找我 我长得像坏人吗 是不是抓错人了 我可是合法的公民呢 别抓我 这是你写的信 尊敬的严董 我有一个宝贵的秘密要告诉你 请你不要问我是谁 这是我写的 怎么会 这个账号是你的 不是我的 不是 不是我的 不敢承认 我们查得清清楚楚 这就是你的账号 没见过你这么笨的歹徒 居然敢用自己的真实身份 和银行账号 来勒索 颜刚是我朋友 行了 勒索五万 我这个小数目 我们走一趟 不不不 不能抓我 不不不 你们 怎么 副总 你良心发现付我遣散费啊 什么遣散费啊 你的辞职信 我根本没有批准 上次在宾馆那件事 是个误会 是你对我重大的误会 误会 其实啊 那是我在对员工进行考验 是准备生他当领导之前的考验 你懂吗 什么 你在考验我 走 上会议室 我要宣布你的人事安排 行 上次交代的几件事 办得怎么样了 报告副总 还在谈 还在谈 你们这办事效率也太差了吗 什么事都办不成 喝西北风去啊 文宣处的李主任呢 对不起 祝总 您的眼睛怎么了 没事 没事 走楼梯滑了一下 滑了一下 没事啊 李主任 贸贸贸实实的 上去 上去 去了 报告副总 我刚才去卫生间 笨蛋 办事不成史妙 呼 叫你为副主任 副总 我 闭嘴闭嘴 我现在有一件事要宣布 新的文宣部主任 由蓝轩而接替 我是新进来的员工 是不是不太合适 只要有能力 肯负责 我都敢大胆提拔新人 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不在沙滩上吗 年轻人总是要上来的 可是副总 我 就这么定 喂 我是蓝轩儿 什么 好好好 我现在就过去 祝总 我们家出了点集市 我必须马上回去 走 走 谢谢 站着干嘛 开会 开会 幸亏令尊没有勒索成功 而且刚刚严董 也打过来电话说 他的确是令尊的朋友 所以令尊的行为 虽然没有直接构成 勒索犯罪的事实 但我们警方必须立案 请你在上面签字 把令尊领回吧 女儿 救救我吧 我告诉你 我没有你这样的爸爸 我看见你还活着 我就放心了 我走了 不要扔下我 快签字把我出去吧 你做坏事的时候 怎么不想象我的感受 凭什么把你出去 女儿啊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 才出此下策 我真的没有骗你 如果你要把我出去的话 我保证还给你一个完整的父亲 再也不管你的事了 我告诉你啊 最好待在这儿 一日三餐都会有人伺候你 省得我烦心 我快死了 我真的要死了 我真的很难过啊 我女儿不要我了 我肯定活不过今天啊 好了好了好了 我告诉你啊 仅此一次 下不为例 好 来啊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们马上要和少谣姐妹签合同了 这份合同 我反复看了很多次了 里面的条款对你绝对有利 中哥 我听你的 大明啊 这次要高度重视签约仪式 绝对不能出现任何闪失 像上次那样 那是绝对不行的 可千万不能再弄得乱七八糟的了 大明 我跟中哥说了 上次是故意导弹签别人的名字 记住 你是刘大明 要签上自己的名字 来 签一个我看看 来来来 写吧 这 这是你的签名吗 嗯 我写的不对吗 哎呀 这个才是你的签名呢 怎么会这样呢 只是发生了交通意外而已 怎么连签名的笔记都不一样了呢 我不知道 中哥 当初是不是找人设计过签名 当然是了 他是明星嘛 明星签名要有个性的 你看这个签名平平淡淡的 哪有明星的感觉呀 有可能达名失忆 忘记了模仿学习的过程 这签名真难写 当然难了 要不为什么会找签名设计呢 那怎么办 练呢 快点练 争取时间练 好 真像啊 哎 不 都自己人 收什么钱呢 那可不仅 你不收钱 我下次可不敢 稍息收下 那好 那我不客气啊 我来呢 主要是向你来告辞的 这次我在上海的假期呢 已经到了 原想带关于一起回家 可是 他执意要留在上海 他要找回自己的记忆 我拿他也没办法 而且医生说 这段时间很关键 所以 请你关心他 理解他 我在这里 谢谢你了 啥都不说了 我懂 我会把关于 当亲弟弟演赔的 好 这样 我就放心了 那好 我走了 伯伯 关于下午请假出去 要不 你等他回来 送送你 算了吧 他现在 对我有些排斥 还有些陌生 算了 我走了 伯伯慢走 再见 再见 怎么又是你啊 怎么 不高兴看到我 送你的花 又从公园偷来送我 什么叫偷啊 才这样而已嘛 再说 大自然中的花朵 会更加的美丽芬芳 轩儿 你今天真漂亮 你比以前会说话多了 以前的你啊 傻瓜 那你 喜欢哪一个我 两个都是你 我才不上当 送你的包 是假的 不是假的 房品而已 你竟然送我地摊货 喂 这不是地摊货 是高房 普通人看不出来 我看得出来 那有什么关系啊 哈尼说 一般的白领 都是真品和房品 混着背的 那么昂贵的奢侈品 谁买得起啊 我也想送你 温柔旺的婚纱 爱马仕的包包 公器的最新款腰带 LV的旅行箱 可是 我没钱 买不起啊 好啊 背了一套名牌来唬我 等等 你刚刚袋子留两个包 还有一个是送给谁的 给哈尼 好啊 关羽 你都打起哈尼的主意来了 她是老板的妹妹 送点礼物 很正常吧 那好 我来的薛尔 只要真正的名牌 不要A货 追求生活品质 不一定要名牌败家吧 你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让你送我礼物了 你把我来救二当成什么人了 以前同意 那是因为把你当朋友 现在门都没有 我告诉你 我们现在只是金钱关系 你是我的债主 仅此而已 再见 送给我的啊 不喜欢啊 喜欢 怎么有两个 换着杯了 干嘛送给我东西啊 你是我老板的妹妹 怕你马屁不行啊 不直白 我喜欢 我喜欢 我真的是大明星刘达明了 我真的是大明星刘达明了 为什么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还有那个严小姐 她真的是我的未婚妻吗 我怎么都不记得了 大明我们一起洗鸳鸯玉吧 洗鸳鸯玉 大明星刘达明了 我帮你擦背 好不好 我帮你擦背 大明 你在想什么 我在努力恢复我的记忆 你抬起头看着我 不 不要打乱我 我正在努力地回应 为什么要躲着我 我没有 那你睁开眼看着我 腿为什么会发抖 冷吗 没有 可能 可能是感冒了 那你抱着我就不会冷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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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会传染的 传染 怎么了 你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是怎样的 我忘记了 你总是很浪漫 抱着我说笑话给我听 但是你现在总躲着我 我很伤心 我没有 那你就抱着我睡 真希望你能快点好起来 是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结婚 对啊 跟他结婚 这是一个男人 对他爱的女人 最负责任的表现 男薛儿也不例外 因为 所有的女人 都期待这么一天 你真的希望我向他求婚啊 这样 他就会原谅你所有的不是 可是 我一点想和他结婚的欲望都没有 哼 借口 所有的男人面对结婚 都有说不完的借口 顾了你了 小伙子 有事吗 大叔你好 我叫关于 请问 蓝薛儿在这儿吗 哦 你就是那个 不懂得感恩图报 自以为是 伤我女儿新的关于啊 你在干什么 关于 你怎么会突然来我家啊 薛儿 不光我们之间有多少误会 我今天来 只有一件事 向你求婚 求婚 哎 傻小子 我女儿长得像 有跟你结婚的人吗 伯父 我是来向蓝薛儿求婚的 我要和他结婚 结婚 你没房没车 想泡妞 我看你泡面去吧 你 结婚 我看你是头婚了吧 嗯 可真是一家人啊 连说话的语气都那么像 见算刻骨 你说什么 你爸爸刚说的话你都听到了 我不是个有耐心的人 但是我想对你负责 所以我最后问你一次 我们结婚吧 我 傻小子 你说结婚就结婚吗 我没有问你 薛儿 你自己说 不用了 我现在就可以帮他回答你 你要听好了 别痴人说梦 也不称上自己有多少金粮 走吧 穷小子 滚 冠冠冠冠冠冠冠 你听我说呀 我爸爸他 非常适离 不过他说的没错 像我这么一个没车没房没钱的穷小子 凭什么登门求婚 那不是自取其辱 自讨没趣吗 就当我 什么都没说 你说够了没有 你这种姿态 像是来求婚的人吗 我告诉你 再怎么说 停 停 安静 这是田润冰车行的名车 法拉利F430 时速850mAh 这种车应该再开快一点 不到120mAh 根本就显不出它的特性 请请请 你看看 再到这边看看 开 看 你看 这款不错 这个是今年的新款 设计师刚设计出来的 我们还没有在门市卖 我们准备推出一款新的系列 严小姐 满意吗 暂时配美人 如果喜欢的话 就让达明送你了 不不不不 我们还是老规矩 我们公司送你严小姐 送给他 副总 我们刚才谈谈合同的事 好好好 我们办公室里谈 请 那个蓝轩啊 真不要脸 怎么说 难道你没看出来 他跟我们副总有一脆 真的假的 要不然那个文宣部主任能轮到他呢 真是 朱总 我有件事情想请教你 什么事啊 你为什么生我当主管 因为你有冲劲 有魄力 我看好你 那我就更不明白了 事实上 我那天让你很尴尬 所以 不得你开除我 我就自动辞职了 我不是说了吗 我这是对你的一种考验 现在的社会太浮躁 人人都想迅速上位不择手段 你表现得很好 就是过分了一点 不过 还是别让我当这个主任了 为什么 现在公司风言风语 都在议论我 我不想让大家有什么误会 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走 这是我的座右铭 送给你共鸣 管他们说什么 只有无能的人才会买副牢骚 可是 别客气了 就这么定 我还想请你吃顿饭 还有你那男朋友超人 超人 就那天在检牙会所 穿超人服的关于 难道 是因为他 关于珠宝代言的事 请您再考虑考虑 好的 我会收复刘达明签字的 达明呢 好像在店里面给他们签名呢 好 好 副总 那我们电话联系吧 好 请 不客气 慢走 那我就不送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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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不好意思啊 副总 我以前给你们这儿代言过吗 是 代言的是什么 就是上次最新推出的钻戒 什么样式的钻戒 就是那块 原来真是那个钻戒 是是是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大概半年了吧 半年 达明 你怎么了 没事 达明啊 咱们之前不是已经说好了吗 怎么突然 你没看见他现在心情不好吗 中哥 到了 达明啊 人家可等极了 这个代言可不能再有什么闪失了 我不去 你们去吧 我有点头疼 达明 你没事吧 你不去就怎么谈呢 我没什么意见 你们看着谈吧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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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 啊 这边 你帮我开车多长时间了 哦 快三年了 那个 有个事问你 有个事问你 你觉得 我和严宇环关系如何 我们都吓人了 不好谈论这事 没关系 你们好像是在谈论分手的事 什么 说要分手 我可不是偷听偷看 你们当时就在我的车上 袁小姐和你吵得很厉害 还突然拉手杀 好危险 喂 从回来之后 你就一句话都不说 到底结婚怎么样了 该做的 我都已经做了 从此以后 我不会对她再有任何内疚 你的意思是 她没答应 严格的来说 我是被她爸爸扫地出的 哦 喂 轩儿 对不起 我很忙 很忙 你可想好了 这是我约你 我约人 还从来没有被拒绝过 一个小时后 叫我们第一次认识的 冰江大道见 嗯 那好吧 拜拜 也许是她反悔了 你快说呀 她还问些什么 她问我和颜小姐的事 那你怎么说 我 我实话实说呀 你是不是去我们公司找我们祝总了 是啊 为什么呀 是男人都会这么做的 我也不例外 不用谢我 谢你 你当时很淡定 哼 我就不明白了 那祝总 就这么心甘情愿地被你打啊 哼 她理亏 再说 她根本也不是我的对手 哦 你的意思 是你很会打架 我也不记得了 我好像 在练玄机 哼 不管她了 现在你知道 朱家庄被我打 心里舒服多了吧 只要我一想起来 心里还是会一阵阵地痛 啊 这么说朱家庄她骗我 她说她根本没动过你 是啊 她没说错 那你难过什么 哎 哎 哎呦 你 你不会是以为她对我做了什么吧 哎呦 我 我是因为 因为什么 哎 我带你去看样东西 走 哎 哎 来小姐 你又来看你当的包啊 啊 今天出回吗 啊不不不 我就是来看看 哼 原来你心痛 是因为哪个包啊 那当然了 那可是我花了三万块钱买的 啊 这么说 朱家庄是白爱打了 你威胁她了 是不是让她对我好 是啊 怎么了 怪不得 她不仅将我复职 还送我当主任 这么说 挺没白打的 想抱着你 用尽力气 你的香水未让我如此的着迷 怕来不及 你已离去 你已离去 留我依然在初见的目的地 凡着雨里 过了一期 往事历历在心却又不曾提起 你的心情不愿删去 太过沉溺在沉溫你的气息 每一条我们曾走过的路 每一本我们曾看过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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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为你在心里陌生哼着 感情是多么需要保护和重温 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 还在我心里 伴随着我每次孤单的呼吸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次庾约开始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